大家好,我是小曾 豆腐不要老是红烧着吃了 今天我们解锁一个豆腐非常好吃的做法 不用油炸,也不学煮 出锅后香味四溢 保证你吃过一次后就念念不忘 无论是拿来下酒还是下饭都非常不错 接下来就跟着我的视频 一起来看一看是怎么做的吧 首先,我们准备两块嫩豆腐 咱们最好是选择嫩豆腐 吃起来的口感更好 先把豆腐改刀切成一厘米左右的厚片 尽量切得稍微厚一点 因为豆腐比较嫩容易碎 切片后再改刀切成一公分左右粗的条 最后看一下切成像视频中这个样子就可以 全部切好了之后 我们给它装入一个大碗中 接着我们往豆腐里面加入少许的食盐 再给一点老抽 加入没过豆腐的温水 把豆腐浸泡10分钟 这样可以去除豆腐一部分的豆腥味 而且还可以给豆腐入个底味 套豆腐这个时间 我们来切一点配料 准备几半的大蒜切成蒜粒 一小块去皮的生姜切成姜粒 将蒜切好后给它装入碗中 一小节的大葱从中间片开 再改刀切成片 切好后装入碗中备用 准备两块钱的猪瘦肉做成肉末 剁好后装入碗中备用 准备少许干辣椒炖和花椒 不喜欢吃的也可以不用放 接下来再来调一个料汁 碗中先加入一勺生抽 加入一勺蚝油 小半勺的食盐 少许的鸡精 一勺白糖 少许胡椒粉 一勺玉米淀粉 最后倒入小半碗的清水 然后用勺子把调料充分搅拌均匀备用 豆腐浸泡好了以后 倒入落勺中控干水分 下面把锅烧热加入少许的食用油 油热后把控干水分的豆腐放入锅中 用铲子把豆腐整理平整 开小火慢慢的煎 底部煎至定型后 我们可以轻轻的晃动一下锅 这样可以使豆腐受热更加的均匀 一面煎至金黄后 咱们给它翻一面过来继续煎 豆腐这样煎过之后 吃起来真的特别香 两面都煎至金黄后 把豆腐倒入落勺中控一下油 接下来把煎豆腐的油重新倒入锅中 油热后把肉末放进去翻炒 把肉末炒散炒香 肉末炒熟后 把姜蒜 干辣椒 花椒 放进来翻炒 接着把大葱放进来炒出葱香味 朋友们视频都看到这里了 如果你觉得我的视频对你有帮助的话 麻烦伸出你发财的小手给我点个赞吧 感谢大家的支持和鼓励 大葱炒香后把煎好的豆腐放进来 稍微的翻炒几下 然后倒入我们调好的料汁 这个时候开大火快速的翻炒均匀 把汤汁炒至粘稠 让豆腐都能均匀的裹上一层料汁 炒到锅中的汤汁快没有的时候 就可以出锅了 装入盘中就可以开吃了 这样我们一道非常好吃的肉末烧豆腐 就制作完成 豆腐这样做 真的是软嫩鲜香 下酒又下饭 有喜欢的朋友可以收藏起来 再加试一下 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